你不要压它 你越压它 你越住不住 这样子 还有第三种情况 会这样 看这里 我也没有昏沉 也没有动念头 也没有动 我做得很好 但看这里 突然会这样做一做 往下倒了 会这样 还好我抓着 不然我都倒下去了 没有 我只表演给你看 这真的会这样 有时候你做了这样子 做一做突然这样 掉下去了 那表示 你的身体太累了 请放下你的脚 不要缠坐 做什么呢 好好睡一觉 这真的 身体是很敏锐的机器 你也可以去跑步 也可以去游泳 也可以去脚底按摩 就完全你要把你的身心放松 不过不要去做坏事 不要去 蹦恰恰 蹦恰恰恰恰 蹦恰恰回来 更累 那你连大桌都没有体力的 所以如果是身体往后 养的时候 那表示你的身体已经累到呢 真的要休息了 甚至有些人气血更不好 可以吃中药 也可以去针灸 我自己也懂针灸 真的 我学针灸的原因就是呢 配合缠坐 有时候感冒了 我有暑气 冷气开的墙 又有寒气 寒气 暑气 你就觉得很昏沉 那好好吗 就去刮沙吧 去喝一点温开水 去运动 再睡一觉以后 再起来打坐 所以注意听 各位联友 我知道 上班很辛苦 轮回里面 没有一个人不辛苦的 假如你是11点睡觉 我建议你 不要11点前10分钟 开始打坐 那一定呢 是进入的 不是大臣三昧 也不是大臣十方佛观 而是呢 大大的睡觉三昧 所以听好 假如你回来以后 你是11点睡觉的话 那我建议你呢 先洗个澡 冲个凉 然后10点半的时候 你可以静坐 你可以告诉家人或小孩 不要吵我 我现在静坐 也在客厅里 在房间都可以 就是一个宁静的空间 你就把心放松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才会有 禅修的功德力 不要说因为要睡觉 我现在来做 很多人是这样 这样是不太对的 为什么 你忙了一整天疲倦 事实上早早该睡觉了 但是假如你11点睡觉 你在10点半 静坐一下 你的心会完全的放松 宁静 那一天的疲劳 在很快就可以消除的 这比你吃呢 灵芝补药丸呢 还有效的 这比你吃什么 人参都还有效的 真的 他气本身就会 应该讲 balance by itself 他自己会自己平衡的 这样的话呢 你睡觉的时候 就会很宁静 而且没有梦 也不会想东想西 有些人呢 回到家里 很累很累很累 怎么办 想东想西 人已经躺在那里呢 可是心就像 一个流浪的鬼一样 翻过来翻过去 翻过来翻过去 待会儿就掉下来 就在床下了 这是真的 你想睡觉 可是呢 你一天都没有休息 那我建议你起来 放松 先静坐十分钟 所以禅观 有很大他的功德力 所以今天教的叫 大乘十方佛观 好 现在请看经文 请翻开到讲义 六十八页 第十九行 复习一下 昨天讲 你什么时候 可以感受到 佛菩萨的功德 有五个W 复习一下 请看幻灯片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这个请背起来 其实波周三昧 这个呢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大乘经论呢 解释呢 都会依着 佛的三种力 这三个力量 都很重要 不是说我光求佛 就可以得到解脱 没有那么容易 假如信了佛 就可以得到解脱 那跟信上帝 就得到解脱 有什么不一样 答案是不一样 你要自己有善根 修福修慧 忏除业障 法力呢 是指你学习佛法的力量 或是指观的力量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下一章 你为什么看到尊贵的 释迦摩尼佛 你会觉得非常的庄严 因为佛 我们昨天讲 他有色身 请看幻灯片 他有色身的功德 也有法身的功德 昨天介绍过 我复习一下 色身 就是你看到 庄严的佛像 或是呢 所以佛像最好呢 不一定要买材质很贵 或是呢 玉的啦 或是呢 金银珠宝的 不需要这样 因为太贵的话呢 被偷了 你就会觉得很执着 但最重要 佛的雕像呢 应该神愿要非常的庄严 让你看到佛像而生 欢喜心 好 请看经文 六十八页 第二十行 若念佛功德者 于中何者 什么是佛的功德呢 请看经文 为过去 现在未来的 诸佛世尊 在无量百千万亿 聚之节当中啊 聚集了很多善根 他生生世世呢 都栽培自己的善根福德 因缘 他不是我不护 我瓜胡讲的 加了一个字 自己的牲口意业 就说他没有私心 只是呢 保护自己的牲口意 他能够为牲口意呢 语言 行为 跟意念 念念都在救度众生 所以他有五种的功德 应当知道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断掉各种遗故 当然在这里五种的功德 很抱歉的说 龙书菩萨他并没有讲 是什么功德 不过我个人觉得呢 这五种功德是指 五方佛的功德 五方佛有什么功德呢 有很多很多的五种智慧 成佛的有时候 有五种智慧 比如说 大圆禁智 妙观察智 尘所作智 等等的五种智慧 你可以去查佛学词典 你了解佛有这种 五种的功德的时候 就会断掉你各种的疑惑 接下来看经文 四种达难 终无失故 四种达难呢 他也没有说 不过我觉得呢 我个人的体会呢 是什么呢 龙书菩萨 一有无 亦有亦无 跟非有非无 这四个角度 来回答佛教徒 跟非佛化佛教徒的 所有一切的应答 跟问难 他从来没有失败过 所以这种四种达难 是指 有 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详细的话 你要去读中论 跟大制度论才知道 在这里 我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详细讲 好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唐朝的米勒菩萨 新加坡佛亚寺的 非常庄严 你看到佛 为什么有这种 圆满的功德呢 因为它是十地 法云地的菩萨 我真的非常赞旦 因为我们在台湾 连这尊佛像都没有 它真的是按照 佛经而雕的 非常的圆满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报生佛 一般我们看到呢 米勒菩萨 就是中国人会把他当成财神 尤其做生意的人 都会供一个欢喜佛 肚子大大的 上面有五个或四个小朋友 对不对 有些是五个 有些甚至也有叼六个小朋友 五个代表五欲 六代表六成 表示五欲六成来干扰我呢 我还是笑口常开 所以欢喜心 大度能容 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米勒菩萨 事实上 它是修慈心三昧的 而不是只光给你 发财用的财神的 当然你拜米勒菩萨 会有福报的 因为米勒菩萨的福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它也是多生多解修的 所以当它显现的佛像呢 就是非常的庄严 再看下面的经文 六十八页第二十二行 所以佛呢 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因为佛通达一切的佛法 请看经文 三十七诸道品 它都能够教导跟接受 教授自己也教授别人 它也懂十二因缘 这里讲十二因缘 就是十二因缘 因为因缘的觉悟故 觉悟到因缘的缘故呢 它可以教九种不同的教法 四种住持的正法 它都圆满具足 设置得到四无量心 慈悲喜舍 最后圆满六度波罗蜜 这些都是佛生生世世呢 他在努力的这个目标 再看下面 甚至呢 他也了解了十地的法门 出世间的五种 出家种五种 成缘满固 出世的五种是指什么呢 男种的话就是沙弥 过来是比丘 对不对 沙弥跟比丘 女种的话呢 沙弥尼 四叉摩那尼 跟比丘尼 当然比丘跟比丘尼 能够受菩萨戒 那个更好 就是菩萨戒的比丘尼 或菩萨戒的比丘 所以这加起来 出世间法叫五种 再加上 在家的男种跟女种 幽婆色幽婆仪 就叫七种弟子 所以有些佛经里呢 我们讲开跟合 开就是详细 合呢 就是精简的意思不同 甚至到下面 请做个记号 四无畏 十利十八 不共法 这个只有佛才会有 四无所谓 十利十八 不共法 你可以去查佛学词典 所以请看幻灯片 在这里面呢 我画了三个东西 请你给我一个记号 你可以用圆圈画起来 三十七 祝道品 三十七 祝菩提法 第二个 六度波罗蜜 第三个 十地 这是大乘佛弟子 要学的地方 很重要的 你问他 人家问你 大乘佛法学什么 不是只有六度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 之前还要再学 三十七 祝菩提法 也就是三十七道品 为什么呢 因为三十七道品 是大乘跟小乘 相沟通的桥梁 十二因缘 当然是属于南传佛教 十二因缘 跟四圣地有关系 所以在这里 我没有勾十二因缘 六度波罗蜜 最重要是要磨合波罗蜜 空性的智慧 缘起性空很重要 接下来 你真的修了六度 或是十度的话 六波罗蜜圆满以后 接下来你就会 证一果二果 一地 对不起 一果二果是指 升文成 菩萨成的话 就是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十地菩萨 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法 要修行的地方 那当然你会说 哇 师父 这个很高耶 有没有人修到 初地 欢喜地菩萨呢 答案是有 我见过 我一位金刚圣的上师 叫功格老人 就证到 初地 欢喜地 菩萨 他最后呢 他的肉身就成就 现在放在台湾 所以 欢迎你来台湾的时候 请到台湾的 功格金社 他的一百岁的 比丘尼肉身 就在那边 所以大乘佛法是真的很殊胜的 是有人可以证悟到 释迦牟尼佛不会讲 这个地球众生修不到的佛法 假如他讲了 你却永远不可能达成 那他就根本不会浪费生命去讲的 但问题是 你肯不肯用功跟精进 所以我常常赞叹新加坡的莲友 你应该在品质上 真正的再进步 学佛菩萨的道次第 精进的修持 假如新加坡联友 除了一个出地欢喜地菩萨的话 会震动一百个世界 我跟你讲 整个地球的众生 你都能度的 这是要非常精进的地方 台湾就有五尊肉身菩萨 新加坡看看下一位 哪一个要做肉身菩萨吧 加油加油 所以在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 六十八页第二十五行 无边境界固 佛他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 所以他境界是广大无边 在佛经里常常用虚空或大海比喻 他的心是自己自心自在转固 他的心是可以自在的 而且他为了利益众生 是不疲不愿的 生生世世求佛法的 把这个无厌足法固 进化起来 我们生生世世的不疲不厌 是为什么 赚钱买房子跟买车子雇 对不对 我们生生世世都用我们的精神体力 换福报而已 换人员而已 换住得好一点 吃得好一点 舒服一点 享受多一点 可是佛陀啊 他生生世世啊 不为世间的享受 他只有一个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 学无量的佛法 接下来 佛呢 也每天修金刚三摩地 也就是金刚三昧的禅定固 下面 不需说法固 佛呢 对有缘的众生 他才说法 他呢 不会很激婆的 向其他宗教 到处拉人 佛啊 佛法是佛度有缘人 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我举个例子 虽然或许你听过故事 佛就没有办法度 陈东老母啊 佛在世的时候啊 对不对 国王供养他 在社会国的王城 他有一天去讲经说法 东城旁边有一个老母亲过来 看大家都在拖波 他也跟着走过去 大家看到佛都很高兴 他看到佛 没什么 他就转头走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 每一个人都欢喜看佛啊 怎么一个陈东老母啊 这么没礼貌 看到佛转个头就走了 对不对 大家觉得说很奇怪 这个人没有什么善根 那当然佛的弟子呢 本来是想跟他讲 来来来你见释迦摩尼佛 佛就说 不要 他跟我没什么缘 后来他们拖波回去以后呢 佛就入禅地 然后呢 在大家吃完饭 节哉完以后 佛就说 安能尊者 来吧 你过来 那位陈东老母 跟你有缘 你去度他吧 结果他说 佛陀怎么可能呢 你这么万德庄严的佛陀啊 你都究竟圆满 我只是你一个徒弟而已啊 对不对 你都度不了 我怎么 我可能度他呢 佛说 不不不 佛度有缘人 你过去跟他很有缘 你下午去为他说法吧 结果呢 好 结果呢 他就听佛的说啊 佛这么说了 他就听 结果他下午就精醒 到了城的东边 然后呢 人家告诉 他问到了那个陈东老母的家 然后就去敲门 扣扣扣 有人在家吗 对不对 那个陈东老母以为释迦摩尼佛来 就把门关起来 碰 他这样偷看一下 然后窗户一打开 哦 阿南睁着你来啦 哎呀 你这么帅的 这个比丘啊 很多女孩子都很想你的啦 我今天能够看到你 太高兴 来来来 请进请进 然后他就非常的欢喜 因为阿南长得非常非常庄严 跟这边 左边这尊佛像一样 对啊 非常的庄严 他相貌非常的庄严 他有三十相 然后呢 他没有两相 对 佛是三十二相 他有三十相 他非常的庄严 那个老太太就赶快哦 哎呀 尊者你今天到我家 是我三生有幸啊 请坐请坐 然后他就拿最好的垫子给他 然后去拿水果 任何的点心 哦对不起 他过午不时 不能吃 说错了 我讲太快 他就拿水过来供养他 然后呢 然后就供养他 任何的 所有的衣服 然后他就问 阿难尊者你今天有什么事啊 跟我讲 他说我今天来看你 然后呢 阿难尊者就为他说佛法 他一说 他就生起欢喜心了 他要学佛 然后他说 那我带你去见我的老师 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生起了欢喜心 知道佛法生的珍贵 他想学习佛法 所以呢 他阿难尊者就带 这个 成东老母去见释迦摩尼佛 这时候他看到释迦摩尼佛 才真正顶礼 不然呢 前一天他看到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是把一张眼睛遮起来的 所以可见呢 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啊 佛不会呢 随便的乱说法 不需说法固 同样的说法的弟子 也要恭敬心而请法 佛在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大的国王 八个国王 像拼泼索罗王 或是敬犯王 他们呢 通通呢 都是有广大的供养心 都是佛的弟子 他们都是非常的用香花灯果竹 来恭敬的请法的 为什么呢 法是很尊贵的 法可以让你得到解脱 法可以让你出轮回 法可以让你得到心自在 法可以让你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请看下面的经文 六十八页第二十六行 无能坏法固 所以没有人是能够破坏佛法的 法本身是不生不灭的 过去现在未来 诸佛所讲的法 都是相通的道理的 无能圣固是说 其他宗教 其他的修行人 都不能超越我们 最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他所觉悟的真理 所以他总而言之是不可思议法固 是超越你的想象跟思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佛灿除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请看下面经文 得大慈过 请看六十九页第二行 得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过 这里的大是广大无边的大 不是大小的大 假如是大小的大的话 那它还很小啊 这里是指呢 广大如虚空一样的 对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不管是人间的众生 不管是幽民界的众生 天上的众生 佛呢 都有百福向好的庄严 无量的善根 可以摄受众生 所以没有一个人 看到佛不会欢喜的 除非他没有缘 那想一想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有些人看到我们会很高兴 那是你有善缘 有些人看到你呢 很奇怪 讲没三句话就要吵架 那表示你跟他过去呢 善缘语比较薄 你的福德因缘也比较薄 接下来再看 无边功德故 佛生生世世 灿除业障 所以积聚福德之良 无量的功德会显现 无数的功德会显现 乃至于不可分别的功德 不可分别的功德呢 代表他功德是没有分别的 而且他修的功德是 稀有的功德 而且跟生文成是不同的 叫不共的功德 是一称佛固的功德 如是等明念诸佛的所有 无量无边的功德 在69页第三行的后面 念诸佛功德 我有做一个框框 这里的念 注意听 你写在旁边 思维 想象 或叫做观想 这里的念佛 不单单是指嘴巴念而已 释迦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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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嘴巴念 听好 这个念并没有口 在华文里面 有口跟没有口不一样 这个念呢 下面是用你的心 去思维佛的功德 所以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来 再看镜子 无边的功德 对 他反射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 他无量无边的 他是没有数量的 是不可以分别的 一般我们人都有分别 比方说对我们好的 我们就喜欢他 我们对我们不好的 我们就讨厌他 喜欢的好跟不好走了以后 很不幸 那个影子 你就黏在这上面 像贴纸 有没有 我们常常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心呢 是有分别的 可是佛的心是没有分别的 它是非常干净的 它真的很干净 对不起 我用我的枪杀唱一唱 对不对 我们上次说过 对不对 你看现在镜子比较大 一朵花来 你看到了吗 镜子里有没有花 有没有 镜子的花什么颜色 粉红色 外面的花呢 粉红色 请问镜子里的花 跟外面的花是同一个 还是不同一个 又来了 同一个吗 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好 赞成同一个的请举手 没关系 举手 师父真的要去想一想 不要害怕举错 赞成不同一个的请举手 好 那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打混 对不起 答案是你们两个都对 为什么呢 看好 说这两个同一个是同一朵花 粉红色跟粉红色 假如不红朵的话 会变成了什么呢 我拿粉红色 里面变红色 听懂吗 或者你拿粉红色 可是镜子里面是黄色的花 那表示这两朵花真的不一样 所以这两朵花 从这个颜色的角度来讲 它是真的是同一朵花 而且你看哦 反射它是小朵就小朵 反射出来大朵就是大朵 在哪另外一朵花 对不起 擦花的脸有不要生气 师父拔了很多花 你看 现在什么事 红色 红色 对 它不会说我拿粉红色 红色的花 玫瑰花 它里面就变成黄色的花 不会 所以从这个颜色角度来讲 镜子外的花 跟镜子里面的花 是同一朵花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它们两个又不一样 为什么呢 外面的花是真实的 你的眼睛看是真实的 可是里面呢 是它的反射 是它的反射 假如这两朵花 是不一样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 你看 变成另外一朵花 跑出来变很长 所以它是同一朵花 但一个是实体 一个是反射 好 那很有趣哦 这个镜子的花 跟外面的花 是不是同时都存在呢 对不对 同时都在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变成说 外面的花是鲜花种来的 里面的花是反射的 反射的是镜子中 像水中的月亮一样 所以存在跟不存在 真的跟假的 两个都同时存在 讲这个意思是告诉你 但是现在我花拿走了 请问有没有花 没有吗 你确定吗 你回答我的 有没有花 有 你们没看到 你的脑筋里有一个花 当然不是三八阿花 不是 是说你为什么知道我讲花呢 因为你的脑筋里还有一个花的概念跟形象 你刚才知道这个叫玫瑰花嘛 我虽然虽然没有放在镜子 现在我拿走了 我问你有没有花 其实有 在更细微更细微的 你脑筋里还有一朵花 好 现在问题就来了 先不要讲镜子 现在就是你脑筋的这朵花常常在作怪 喜欢的呢 我就永远喜欢它 可是答案是 好花不常在 结果呢 花就枯萎啦 你就很难过啦 对不对 嘿呀 无常又到了 无常本来就天天到的嘛 所以现在修行的目的 注意听 是不用管外面 是我心中的这个花啊 你也没有去执着 再来看 玫瑰花 越漂亮的玫瑰越有刺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花的目的 你假如没有学佛的人 或有学佛的人 或有学空性的人 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现在讲给你听 注意听啊 一般人呢就是 老板我买花 那花给做什么 我要送给我的女朋友啊 或男朋友啊 他真的很高兴啊 因为他有个爱人嘛 那也有人呢 买花是送给爸爸妈妈 生日礼物 对不对 所以 你买了这个花呢 你很高兴 你就送给你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 结果呢 很不幸的是 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最讨厌玫瑰花 结果就骂了你一顿了 他说 你怎么不买 金黄色的花给我啊 那你就很不高兴 哎呀 我本来要买花给你啊 很高兴的 怎么你现在 我买花给你 还要被你骂一顿啊 结果他不高兴 你也不高兴 对不对 第二种人 买了花呢 送给你妈妈 对不对 哎呀 年轻人 赚钱不容易啊 你花这么多 乱七八糟的钱 干什么啊 哎呀 好奇怪 今天妈妈的生日 生日啊 我好高兴地买一朵花 一束花 很多很多花 有些人还买九十九朵花 代表爱妈妈的心 是一百克的心 结果呢 回去 蹦起来 被妈妈骂了一顿 乱花钱 第三种人 买花 做什么 初一十五供佛啊 你看 一样是玫瑰花 可是他的心 是把这个花 虔诚跟恭敬心来供佛 所以他虔诚的供佛 发愿 最后 对不对 他得到了功德 对不对 其实这个花 就是相当的六度波罗蜜 是因将来成就的果 无上的佛果 所以同样是花 他的心不同 同样花了钱 心不同 所以他结果不一样 所以换句话说 所有的东西 是没有永恒不变的 这个叫做空性 问题是你的心 所以心是很微妙的 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 佛他有无边的功德 因为他的心呢 就像镜子一样 三千大千世界 他通通都照 所以这个镜子又有一个名字 叫照妖镜 所以你们都可以照 照到你 好的也靠 坏的也照 注意看 佛菩萨现在你打什么念头 他通通照 释迦牟尼佛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对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动什么念头 他都知道 所以当你买一个花 虔诚的来拜 观世音菩萨求他 他一定听到的 就像这样 看 花来了 他一定就有影子的 有一些老菩萨 很可爱的问我 佛祖啊 师父啊 我念了这么多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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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没有听到 有 看到了 佛菩萨你什么念头 都听听看到了 知道吗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 哎呀糟糕了 佛菩萨所有的念头都知道 那不是好的念头 也坏的念头 也通通知道吗 没错 所以不可以做坏事 所以你起了恶念的时候 要忏悔心 哎呀 我觉得我很丑陋啊 佛菩萨 这个照妖镜啊 全部呢 都照得一清二楚 佛的功德是 无边的功德 无量的功德 不可分别的功德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众生动的念头 佛菩萨都知道的 同样的 你要断气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 不管是往生 西方净土 或东方要是净土 或是你要去见 释迦牟尼佛 或见弥勒净土 佛菩萨 他也知道 对不起 再拔一朵花 黄色的花 因为你现在要往生了 金色的莲花来接你 对不对 所以呢 也有很多灵友会说 哎呀师父 我今天要断气 佛祖会不会来接你 会 不会接错时间 你不用担心 我刚才讲 三千大千世界 佛对一切众生的念头 都清楚嘛 你现在夜已经静了 要走了 一定会送你去 要你去的净土嘛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佛菩萨会错过时间 也不用担心 佛菩萨会送错地方 这个叫做 想太多了 你对佛的功德力 体会并不好 镜子是很好的评语 听好 在大乘 在金刚乘 跟南乘 很多老师 会用镜子 做不同的比喻 没有关系 镜子 很好的比喻 镜子也代表 你自己的心 也可以做照妖镜 对不对 看看你今天高兴吗 所以 当你断气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说 哎呀我现在要走了 对不对 佛菩萨怎么还没来接我 你不用担心 你就继续念佛 佛菩萨一定会 亲自来接你的 只要你有信愿性 他不会送错地方的 所以各位 林友 各位帅哥美女 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 想一想 新红法师讲镜子的例子 他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深的 对不起 待会再回去擦花 我现在没有时间 好请看下面 佛的功德是广大无边的 接下来看69页第四行 再看 好 因为镜子会反射 所以普门匹说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而未说法 经文就看 佛菩萨可以化 变化出各种众生 所需要的身 起各种神通跟变化 神通变化呢 就像镜子的反射光一样 随应该度的众生 用什么身份 他呢 就会视线度众生的身份 随众生生 比如说你是一位女众 你很苦 你有很多的这个苦难 那观音菩萨要来度你 当然他就会变 女众的怜友来关心你 这是真的 我不是讲笑话 观音菩萨若变一个 男众的怜友来关心你的话 那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你的老公会误会他 所以观音菩萨一定 大部分跟你身为同类的身 所以小心哦 各位联友 你来听经 左右两边 可能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 这是真的 所以你要修平等心 假如你是一位出家众 观音菩萨也会 献出家的男众或女众 来度你 像我要出家之前 梦到的地藏菩萨 就献大丈夫像 比丘生是男众来度我 因为我是男众嘛 他要献一个女众呢 我会想嗯好奇怪啊 对不对 你会觉得很不自然啊 或不自在啊 因为你男女的分别 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欲界的众生啊 你夜显现的时候 异性是会相吸 同性呢 比较没问题 所以异性相吸 所以假如是你是女众的话 你对男众联友呢 要把他当成哥哥跟弟弟 这样你才会生恭敬心 那女众 男众的师兄弟 对于女众的联友 就要把他当成姐姐或妹妹 你才不会打妄想 不然联友跟联友之间 哎呀我很关心你 到最后的 两个都变了 那会将成为家庭革命的 所以戒法很重要 自己的定力也很重要 但这里是讲 佛菩萨呢 是千百亿化身 随不同的东西 可以去利益众生 请看下面经文 随其他的形量 长短 宽瑕 他的颜色 种种的差别 声音 他是清静分别的 请把清静分别画起来 他的心是清静的 来 再来看影镜子 镜子本身是干净的 清静静静的 分别就是说 你现什么样子的时候 它就有什么反射 比如说现在师父拿个木鱼 你看 它造出来的就是木鱼的样子 不会造错 不会变大或变小 所以它是清静分别的 所以关键是呢 要有清静心 同样的 观世音菩萨 诸佛菩萨 也可以变成黑人 马来人 各类的族群 所以从佛教的眼光来看 对于各类的族群 你都要理尽诸佛 不可以有种族歧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看清它 搞不好 明年下辈子 它就比你先成佛啊 所以 佛教呢 是真的没有种族歧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 平等心 再看下面 诸佛 世尊 以种种的稀有的神通 如其所行 如其信誉 以各种的善巧方便 不同的差别神通 而来教化之 所以这里的神变 是的确有的 但这里的神变 还是要有个先决条件 要有清静心 我在其他的讲座 我曾经来新加坡 讲过很多经 每次讲到神通的时候呢 我都会想到佛 告诫 比丘跟比丘尼 是不可以显神通的 为什么呢 显神通会让佛教 跟其他的妖魔鬼怪的宗教 混在一起 因为其他宗教也有神通 但是呢 你会想 释迦牟尼佛在世啊 他自己常常就用神通度众生 对不对 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故事 佛不是用入神通吗 入定 告诉说阿难尊者 你跟陈东老母有缘啊 那个就是佛的大神通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弱不清静 还有我直的话 神通呢 会伤害众生 这就很多宗教 为什么都会被 很多的财色名十岁而骗 这是不好的 所以佛也知道 所规定 圣地子 真正有修行的人 是不可以显现神通的 因为这是佛 希望正法 永远住在世间 假如今天的佛教 不是依戒定会 不是依文思修 然后去修持 而大家都在想神通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佛的正法 相法 末法 末法本来是一万年的话呢 可以度很多众生 因为神通呢 就变三千年 然后佛法就灭了 佛法会被外道弟子而灭 佛法会变不如法的弟子而灭 所以神通呢 是不可以显现的 在大乘的波周三昧经又说 若你定中见了佛啊 是不可以跟别人说的 只能跟两种人说 第一 你的老师 问他是真或假 请他教你 第二个 一起闭关的莲友 可以讲 所以很多人现在跟你讲 说我现在是哪一个佛菩萨 来转世的啦 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假的 因为你们喜欢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 神通 是真实的 但是佛也说 神通 敌不过业力 我也在讲座里面 讲过很多 以前我在红法的时候 也会遇到很多莲友 哎呀 师父你修得很好 你一定有一点那个嘛 那个吧 我说哪个啊 你信一点给我看 给我骂了一顿 不高兴就走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真的啊 有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的胃肠很通 神通 其实有很多的意思 这里的神通 当然是讲 禅定而起身的作用 就像我刚才 镜子讲的比喻 镜子很干净的时候 三千大千世界 它会照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什么叫神通 我讲给你听 神奇变化 通达无害 真正的清静的智慧啊 就是最大的神通 我再讲一遍 神奇莫测 通达无碍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知道 清静的智慧啊 就是最大的神通 所以你不要觉得神通 就好像说 哎呀 是不是呢 我就变个把戏啊 对不对 一个法轮啊 就变很多个啊 那干脆你这请制造商 他可以排一百个 都在这里啊 那根本不用神通嘛 对不对 所以 各位不要被神通骗了 这点很重要 因为佛告诫弟子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也有很多人 有很喜欢问问题 是不是我过去啊 是不是国王啊 是不是皇后啊 过去就过去了嘛 现在你不是嘛 对不对 把握你今生 比较重要嘛 然后有人会说 哎呀师父 我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将来还没到嘛 你现在把握 现在好好修嘛 所以智慧 才是最大的神通 接下来 听到以上 佛广度众生的 大悲愿力的功德 闻到以后呢 非常的欢喜 这里的欢喜不是兴奋 而是法喜充满 所以称为大喜 接下来再看 69页第八行 于中就在这一段当中 心很广大的有勇气 这个叫做爱 这是这一段经文 对赞叹佛菩萨的 慈悲喜舍的解释 听好 爱 我们世间人 任何宗教说 神爱世人 或佛菩萨爱众生 爱跟慈悲 有点不太一样 爱是什么呢 我喜欢你 我爱你 反过来 我不喜欢你 我恨你 所以爱 老实说 心量比较小 爱也是一个善心 常常我们都要教你的小孩 爱你的爸爸 爱你的妈妈 可是反过来讲 不是你的爸爸 不是你的妈妈 你就不爱了 所以这样的爱呢 是有杂染心的 比较染污的 比较小的范围小 慈悲是什么呢 爱把它转化而提升 通过修行把它进化 这个才叫慈悲 所以慈悲不等于爱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就好像 你早上喝豆浆 一大早上班之前 去买豆浆 那好的豆浆 它有豆浆的渣 豆浆很营养 没有错 下面有很多渣 假如渣太多的话 你就觉得 这个豆浆不好 那有些人呢 是到给老人家吃的时候 你甚至要把豆浆的渣 给过滤 不然老人家吃的时候 他喉咙会呛到 爱就像是有渣的豆浆 很好对你有营养 但是呢 它是有杂染性的 成分比较不纯的 现在你把这个豆浆呢 透过过滤或打果之机 把它过滤以后 再打了以后 然后把渣去掉了以后 那豆浆呢 就变成非常的纯 然后你还可以加上蜂蜜跟牛奶 那就变成什么 就豆浆转化为慈悲 这样了解吗 这样很容易懂吧 接下来看 爱 有些人的爱呢 你爱人家或光爱人家 爱在哪里 你爱你爸妈妈 请问 你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你爱他什么 爱他的鼻子 爱他的耳朵 头发 我想很多人都是爱爸爸妈妈的钱 当然不全是 有些人是嘛 对不对 好 可见我们的爱呢 对象是有局限的 那这里像 请看下面的经文 69页第八行 请看幻灯片 我有编号 它有生前 二 爱心片满全身 这叫做欢喜 举个例子 你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 你非常的高兴 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好好的 请爸爸妈妈吃一顿饭 去逛逛街 走一走 你呢 从早到晚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不管那天 爸爸妈妈要求你什么 只要你做得到呢 你都卡 一直刷 一直刷 不要刷爆了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你那天的爱心 是片满全身的 讲究第二天 妈妈在跟你说 女儿子啊 女儿啊 昨天我很开心啊 是我生日 我们今天再去吃一顿大餐好吗 你可能就会有点犹豫了 妈 赚钱不容易啊 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因为 昨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所以你爱妈妈的心呢 就像十五的月亮 整身都片满了全身 所以这个叫欢喜 接下来 接下来再看下面 喜新 绝乐明 瘦 快乐 你怎么知道人快乐呢 他有感觉的 他有感觉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那个感受 是非常非常的欢喜 feeling 你感觉很快 很欢喜 举一个例子 假如夏天的时候 你很喜欢吃冰淇淋 对不对 你吃到冰淇淋了 就都 哎呀 It's wonderful fantastic 太棒了 太美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感受到 巧克力 冰淇淋放在你嘴巴 那一刹那的舒服的感觉 但是很短暂 但是凡夫还是很在乎这个感觉 这个叫受 feeling 虽然这个感受是很舒服的 但是它是很短的 会变的 好 接下来再看 假如这个感受 你透过止观常常去修 看自己的念头 请看下面经文 于 接受快乐的时候 你升起了正知正念 以及觉悟 那那个心呢 会持续很久 甚至升起广大神通的功德 最重要你的心 不染污 很清净 这个叫做静 所以清净心是很重要的 了解吗 好 请看幻灯片 一二三四 第一层是爱 第二层是喜 第三层是受 第四层是静 由最初的 越来越来越来变成 不出终的 在最后呢 越来越细 最细的是嘛 清净心 所以 学佛呢 要常常看到你的念头 不管任何的法门 不是只有净土宗 也不是只有西方净土宗 全部都是要修清净心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第五个 比心非常清净的时候 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它像十五的满月的时候 它的这个 义养 法喜充满的义养 不但是白天 菩萨连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心中都是清净的 在摩克波尔波罗蜜经说 灯出地 欢喜地菩萨的圣者 他晚上啊 都不会打妄念 他晚上啊 他的念头都不会做 五戒十善 这些 违反五戒十善的不好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凡夫就不容易 譬如说呢 你带一个小朋友 经过呢 Ultra Road 对不对 他说妈妈 我要买巧克力 对不对 他一直跟你买 跟你炒 结果你说 妹妹不要买 乱花钱 他就希望巧克力 结果呢 那个妹妹晚上睡觉的时候 竟然呢 变成了自己透明的 跑到窗户里 把巧克力给偷回家 而且吃得非常高兴 咯咯咯咯咯的笑醒了 结果醒了以后才发现 巧克力根本没有吃到 你看 他为什么连做梦呢 都一直想呢 因为他想要嘛 所以白天的念头 有时候你觉得你很亲近 提醒各位联友 从这里给我们修行一个启发 假如白天你十戒 五戒十善很好 可是晚上若是你做了恶念 或五 你在梦中呢 会造沙盗淫望久的话 那要提醒你 那你表示过去的恶业 种子发芽了 那你要精进忏悔 要小心 搞不好你最近就会破戒了 或是伤害众生 或伤害自己 不要认为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佛菩萨 是白天跟晚上呢 是平等的 所以他晚上的念头 也是精进的 这个很不容易 你想想看 各位 你睡觉的时候 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 有些人说不知道 做猪 动就睡着了 那做猪的话 半夜被人家扛走了 都不知道 对不对 的确啊 所以古文讲说 睡觉就像小死一番 为什么叫小死一番呢 因为你的心不清静 不能做主宰 但是你慢慢的用功 慢慢的用功 然后呢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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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呢 连睡梦呢 有时候会很清静 梦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梦也是你心 所显现的 假如你最近呢 梦到呢 刀山 建树 油锅 跟人家发生冲突 车祸 或是被人杀 或是被鬼追 那这些都是恶念 那你要忏悔 更应该精进 多念佛菩萨 多诵经 自己行为举止 要小心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 也要小心 举一个例子 梦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中国的周公姐梦说 请问一下 在座有没有晚上 梦过蛇的请举手 蛇 不管你学佛前跟学佛后 好 手放下 有没有被梦过 在梦中被蛇咬过的 请举手 举起来 有没有 有 手放下 好 梦到蛇还好 假如梦不信 梦到被蛇咬的话 小心 你会有灾难 这是真的 不管是过去 或现在或未来 那就要很谨慎 搞不好你会有意外 或车祸 或是人家陷害你 你有灾难 所以梦虽然是虚妄的 这里可以显现 你过去的夜 它向种子气发动的时候 所以 那你更应该精进 更应该忏悔 更应该小心你的身口意 反过来说 佛菩萨呢 他白天跟晚上的时候 心都是清净平等的 所以他喜意充满 名之为大喜 为什么呢 请看下面的经文 比灯少分成故 就是说他从实地菩萨来讲 他已经进入圣人的位置 他呢 所以出地叫欢喜地菩萨 华言经实地的第一地 叫出地欢喜地 为什么呢 他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修啊修啊 他终于啊 进入圣人的位置 他再也不会做凡夫 所以他这时候 非常非常的欢喜 就好像他终于看到 初一的月亮了 哎呀 我终于看到月亮了 那佛经里面写说 从出发心 一直修修修到出地欢喜地菩萨呢 要一个阿僧奇节 很长很长 举一个例子 释迦摩尼佛在金刚经过去 对不对 遇到燃灯佛 他只拿着花 五朵花去供佛 最后佛为他授祭 过无量阿僧奇节以后 你会成佛 好释迦摩尼如来 燃灯佛第一次为他授祭 对不对 他非常高兴 所以从他授祭以后呢 他呢就一个阿僧奇节啊 就灯出地欢喜地菩萨 所以意思是说 真正从凡夫进入圣人的位置 就好像举个例子 在新加坡 新加坡最好的时候 新加坡国立大学 对不对 你考进去以后呢 就恭喜你 你是新加坡的学生了 除非你太差了 被荡掉或退学 这里呢没有荡掉 意思是说 你进入了新加坡的大学 一年级就是新加坡的学生 你就继续修 一年级两年级三年级 一直到你修完就毕业了 当然有人比较快 有人比较慢 所以这里讲 比灯少分成故 是正出地欢喜地菩萨 这时候他有什么征兆呢 第一 他会见到一百个世界的净土 见到一百个世界的佛 为他放光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定中都可以见到一百尊佛 然后呢 他的身心是很柔软的 所以他可以腾在虚空当中 这些都是检查他功德的相状 有人呢也会来问说 师父我最近修得非常好 我想我可能真的出地欢喜地了吧 我说你还早呢 我问他你有沒有看到一百个佛啊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西梦有没有见到 他说晚上没有 一个佛都没看到 那我告诉你 很抱歉 你没有正出地欢喜地 那佛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他要讲一个正确的标准 让你有判断的标准 佛则 佛弟子在末法时代 你很难判断 谁是真正有修行 谁是没有修行啊 真正有修行的人 他一定会呢 按照佛经讲的这个过程 而去经过 他不会胡说八道讲的 再回来看经文 所以虽然有喜故 但是以不共故 成为民大欢喜 这是讲 我叫喜无量心 所以可见这个喜呢 不单单是指一个字 英文叫happiness 就可以解决的 它有很多很多层次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物二 不舍一切众生 尽心设寿 六十九页第十一行 我瓜谷叫饶意众生界 请看第十二行 问曰 菩萨应该舍弃众生 或是不舍弃众生呢 答案是什么 看九十八颂 菩萨对一切的众生 永远不应该舍弃 应当随分随利 随利所堪 所堪就是你能承受的力量 尽心尽力去帮助他 关怀他 在一切的时限 一切的住所都尽量射受他 介绍他 引导他来学习正法 请看下面的解释 六十九页第十四行 菩萨摩赫萨 常常念我怎么样帮助一切的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众生 有些是被贪嗔痴烦恼 有些众生贪心很重 脾气很快 有些众生讲了一次两次 他还骂你 你是坏人 他愚痴心很重 有些众生 登于尖利 就是非常的吝啬 有些众生 这次你帮助他 下次他又造恶业 又破戒了 甚至反过来还恨你 有些众生 你劝他要精进 他的心很懈怠 很散乱 所以这个恶智之道 入于异路 就是说他很聪明 可是他心不好 遇到的都是坏的朋友 所以进入了不好的道路 再看下面经文 此等的众生 就算这么坏 也不应该舍弃他 对一切的众生 为他说不失 持戒 跟各种修行的方法 随分随利呢 都应当设受他 永远不放弃众生 所以物二 这个瓜糊 我叫做饶意众生界 这也是菩萨界的第三类 最重要的 可是这一段 现在有很大的麻烦 什么麻烦呢 师父 这很难做啊 这几乎不可能啊 好人 我们还可以去帮他 那他贪生是很强 要骂我 要害我 还在老板面前 说我坏话 我怎么还去帮助他呢 答案没错 有几个原因 第一 因为他跟你一样 有佛性 你应该帮助他 你帮助他 就是帮助自己 看 我常常比喻的 像两只手 左手受伤了 被刀子不小心割到 然后右手呢 帮助他 然后帮他包扎 插药 请问右手要不要跟左手 Hello 老师 你应该给我医药费吧 不会啊 为什么 你很自然的帮他嘛 因为你不帮左手插药 待会你手就不能用啊 吃亏的是你自己啊 为什么 你会觉得 右手跟左手不同呢 因为你有左手 跟右手 两个的差别 或者分别 可是你注意看 两只手 新红柿的两只手 来自同一个身体 所以 你笨笨的呢 拿一个竹子去打 你看 这个是坏人哦 左手 比如说是坏人 我打他 哎呀 我会痛啊 你打你自己啊 听懂吗 所以 佛教徒真的听闻佛法以后 跟人家想法不一样 佛教徒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怨心 好人坏人 他都愿意去度 我举个例子好了 现在有个黑道的人 站在你面前 拿个枪 你敢跟我说佛法 我就毙了你 不然我就杀你的爸爸妈妈 你敢跟他说佛法吗 有很多说 我考虑考虑 哎 老哥啊 黑道的大哥啊 有 有 会说 有事啊 好商量嘛 对不对 你不要这么激动嘛 对不对 当然你说 面对这样的例子 当然是业 没有错 你要有智慧去处理 当然你可以告诉警察 但是我要说的是说 假如有一个人威胁你的生命 你还能够为他说佛法吗 那万一呢 他 你帮他说完佛法 棒的一声 你就死了 我告诉你 那你就来生 投胎升天了 恭喜你 你绝对不会跺地狱恶鬼出身 为什么呢 你是以 是以菩萨一个大悲心 来帮助他 虽然 你死了 身体死了 可是你的功德增长了 为什么 来 再看 因为呢 左手跟右手 敲他的时候 你伤害众生 痛的是你自己 再反过来 左手敲右手 哦 好痛啊 真的很痛啊 对啊 所以 我们为什么不帮助人呢 因为我觉得 他不是我的事 死的都不是我家的人 跟我没关系 所以 你心中 永远都是觉得 自己跟别人 这就是我们 生生世世 为什么做不了 大菩萨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 菩萨是不可以 舍弃众生的 这是很重要 尤其你受了菩萨戒 请不吝点赞